二 三 六 八 十 哎呀妈呀 真没想到 农村的买卖这么好做 一会儿功夫 就赚了一千块钱 太棒了 多了个雪 又来活了 又是一个女司机 太棒了 妈 您就别吹了 我总不能大街上随便给你拉一个女婿回去吧 好了好了 我知道了 我一会儿就回去了 那个猪肘子给我留着 抓住了 抓住了 快来扔好 帅哥 你在这干嘛呢 这可不如谁的咬变 滚 你咋干啥呢 还干啥呢 哎 你车把我撞了 还问我干什么 你心怎么这么大呢 我被你车撞了 哥们儿 你没有搞错吧 这车我都还没上去呢 我怎么就把你撞了 我也是纳闷的 你都没上车 你咋就把我给撞了呢 你的驾照是在哪儿学的 是不是花钱买的 哎 好疼啊 哥们儿 你碰瓷能不能撞一点 我这还不够专业了 那我就让你看看 啊 何谓专业 哎呀 我心口疼 哎呀 我心也疼啊 哎呀 我的波浪快掉了 哎呀 我护士难口疼 哈哈哈哈 哎呀 你说你想怎么样吧 给钱啊 还怎么样 你说我开个破车 有钱给你吗 你什么意思啊 意思是你不想给啊 我压根儿没撞到你 我给你什么钱啊 我说你这个人 怎么回事啊 我现在活生头疼 哎 你不诺我 我能疼吗 我告诉你 赶紧给钱 不给钱的话 我可告诉你啊 要不就去医院 去医院 可不止几千块钱 就能下来啊 前前后后 上上下下 都检查一遍 那不得好几万 上院那不是浪费资源吗 像你这种人 就是活着浪费空气 死了浪费土地 半死不活还浪费人民币 你就属于这样的货色 你 你个姑娘家 到底怎么说话呢 怎么一点收着都没有啊 你个臭碰瓷的 你还想让我跟你 好生好气的说话呀 啊 我还跟你说啊 别说那些废话 你今天啊 要是不给我个八千块钱 你走不了 必须给八千 多少 八千啊 还先手啊 那就八万 赶紧给钱 你看我像有八万块钱的人吗 把我卖了都没八万 我不管你啊 就得给我八万 嘿嘿 你要是不给我八万 我就赖上你啊 我告诉你啊 我到现在还没娶媳妇呢 你把我状况这样了啊 我以后怎么娶媳妇呢 我怎么生孩子呀 那意思你还单身啊 我单身我关你啥事呀 你今天多大 喂 你管我今天多大 你家住海边呀 快那么快 你现在赶紧给我给钱 给了钱我就和你走了 你还想不想要钱啊 当然想啊 那你告诉我你今天多大 呃 不是 我给你说的多大 你给我钱啊 你就说你多大了 我33了 33 嗯 你33 嗯 我也33 嗯 你单身 我也单身 咱俩还这么有缘 什么意思啊 要不你跟我回家 当上门女婿吧 呃 大姐 你理解错了 我不要媳妇 我要钱 你给我八万就 我就走了啊 我真不要媳妇 这你都听不明白吧 哈哈 我的意思是 你跟我回家 让我妈给你八万 你好我也好 我八万买个上门女婿 两全其美 呃 什么 跟什么呀 不是 你看咱俩这么有缘 就这么定了吧 啊 不不不 大姐 你听我跟你说 我最后再跟你说一遍 我要八万 我不要媳妇 啊 你不要理解错了 我就要八万块钱 哈哈 你不是就要八万块钱吗 我给你呀 那那现在就给呀 等我回家呀 啊 大姐 你别扯开话题好吗 啊 这样吧 这八万我也不要了 你给我八千就行 那不行 你说不要就不要啊 我这个人不喜欢讨价还价 我就想给你八万 你给我回家 我妈就给你八万 完了你当我女婿 大姐大姐 你别扯多了 行不行 这八千好想我也不要了 我不要了还不行吗 你不就是要八万吗 我给你八万还不行 大姐 你没听说过吗 瞧你的瓜不甜 我管他甜不甜 先扭回家再说 不不不 哎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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又是这个小明 我要不是老师 我真想把他捶一顿 哦 请进 哈哈 进去老师您好 我来了 你是小明同学的爸爸吧 对 我就是小明同学的娃娃 我叫何有礼 叮叮 何有礼 这个名字好 事情是这样的 哎 你不用坐 肯定是这孩子又闯破了 都是我这个当爸爸的 管教不严 老师 你现在就把他叫过来 我当着你的面 结结实实的还被他一动 这孩子菜天不垂 让人心疯 别收动 先坐下 先坐下 事情没有想象那么严重 哦 要是没什么事的话 我回去下个一桌了啊 先能弄 先能弄 嗯 事情还是挺严重的 你坐下来啊 哈哈哈哈 嗯 我跟你说 嗯 今天把您叫过来 就是想问一下 你家小林同学在家写作业 或者写作文什么的 你们做家长的都不看看吗 我也没注意啊 我也没注意啊 我家不是刚开了个养猪场吗 我养了三五前头猪 实在是太忙了 上下都炫乎亲自打驴 所以这熊孩子呀 就没人管了 嘿嘿 实在不好意思啊 嗯 能理解 前两天我让同学们写作文 你知道你家小明写的是什么吗 嗯 不愧是我的养猪棒啊 还我的区长父亲呢 你自己看看吧 肯定是有进步了 是吧 你看看就知道了 嗯 亲爱的京津老师 你说你长得也不漂亮 个子也不高 身材还挺胖 头发还枯黄 不是 这孩子 净说大实话 嗯 京津老师啊 你是人戒这么爱 花戒花不开 车戒车爆胎 猪戒出跑开啊 哎 你说说你 讲课也一般 每天还那么忙 都干什么去了呀 你也没时间找男朋友 再这么担不下去 你可就成老女人了 不是 嗯 婚姻是大事 一定要找个靠好的人 这样才能幸福长久 否则你到时 就会欲哭无力 哎呦 嘿嘿嘿嘿嘿嘿 哎呦 哎呦 姐姐老师啊 孩子的问题啊 我有不可推卸的责任 这孩子天天啊 就是瞎操心 就跟我一样 家里大事小事 都要我去操心 嘿嘿嘿 这可能就是良好的基因遗传吧 姐姐老师啊 你放心 我回去一定好好教育这孩子 实在是太气人了 怎么能这么说姐姐老师呢 哎呦 别激动 重点在后面 你往下看 我看看啊 姐姐老师 你要是不嫌弃 我就把我爸爸介绍给你 哈哈 哈哈 我先简单介绍一下啊 啊 你大声读出来 嗯 来 32岁 李逸 一把 屎一把 要把 我喂一大 非常不容易 这孩子什么叫喂一大 就是 你 明白 我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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 我 你 我 我 感谢观看 感谢观看